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挺巴聲抗議不休 猶太生不滿起訴 美歌大頭痛 美港口沒收違法嬰幼兒商品 全數進口自中國 違反美國製造令 美國最大家居商被罰317萬美元 聯手盛蓋伯國官員 賈斯康挑戰者敲響戰鼓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4月29日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學生 堅持不達目的不罷休 猶太學生則感受到威脅 提出訴訟 頭痛的校方再收到議員的聯名信 一起來看 我正在在巴勒斯坦的高校 高校的高校 背後的高校的抗議 還在強烈 4月29日 紐約曼哈頓的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內 依然帳篷淋漓 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 繼續已經延續近兩週的集會 要求學校與支持以色列的企業 切斷關係 各大校長沙菲克周一說 學校不會跟以色列割席 但願意成立一個委員會 討論投資加沙的教育和健康事宜 不過抗議學生對此不買帳 校長沙菲克周一早上 還向學生發出警告 勒令下午2點前拆除帳篷等 否則2024年春季學期 將不會獲得成績 但截至記者發稿 學生沒有散去 現場仍有數十名警察在戒備 隨著學校內抗議浪潮的持續 反遊情緒也在上升 有猶太學生周一匿名 提起法律訴訟 表示對猶太學生來說 割大成了很危險的地方 起訴正在尋求聯合原告 周一早上 21名民主黨眾議員 聯名致函哥倫比亞校董事會 指出學生營地是 反猶太主義的滋生地 如果校方不能解散抗議學生 就應該辭職 周一是割大本學年的最後一天 學校從上週已經採取 在線和課堂混合收課 但5月15號的畢業典禮在即 抗議活動讓典禮的籌備 面臨挑戰 割大是美國最早出現 支持巴勒斯坦抗議的學校之一 校長在4月18號 曾經請警方清場 抓捕了100多名抗議者 不料學生串聯 不僅割大抗議者重新搭起帳篷 美國多地大學 甚至法國和澳洲的院校 也出現抗議 目前 割大學正努力試圖 在言論、集會自由和校園安全之間 尋找平衡點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任浩、特約記者 斐奧娜濟 紐約採訪報導 大量來自中國的 應用兒車、兒童玩具等貨物 因為違反多項美國法規 可能危害兒童健康 近期被洛杉磯港口沒收 週一 洛杉磯海港當局宣布 今年1月底到2月初 共查獲了數百件從中國出口的兒童商品 包括兒童學部車、自閉症平衡椅 嬰兒換尿布台等 總價值約為8萬美元 美國海關發言人盧伊斯指出 這些貨物中很多沒有經過消費者註冊 也沒有兒童產品證書和追蹤標籤 其中 兒童腳踏凳不符合聯邦 對商品小零件的要求 尿布台的質量安全不達標 自閉症平衡椅則違反了消費品安全法 美國海關洛杉磯運營總監戴維斯表示 由於這些不符合安全標準的貨物 可能會對兒童造成傷害 因此不能進入美國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綜合報導 美國知名家居用品公司威廉姆斯索諾馬 日前因違反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美國製造令 被罰款317萬美元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4月26日發布公告表示 司法部根據聯邦貿易委員會的通知和轉交的材料 在投訴中指控威廉姆斯索諾馬公司 將多種代售商品列為美國製造 而實際上這些商品是在中國和其他國家製造的 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麗娜漢表示 威廉姆斯索諾馬的欺騙行為誤導了消費者 損害了美國企業的誠信 目前 該公司已同意達成和解 支付民事罰款317萬美元 這也是美國製造案件中罰款金額最大的一起 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公告重申 委員會承諾確保美國製造的真實性 為此頒布的關於美國原產地資格執法政策聲明 以及美國製造標籤規則 已於2021年8月13日生效 違反該規則的公司將受到處罰 新唐人電視台實習記者鄭知綜合報導 即將在今年11月對決賈斯康的洛杉磯縣地區檢察官候選人 內森霍克曼仍在積極為競選操事 近日他與盛蓋伯國官員會晤 主張會追究罪犯的責任保護社區的安全 以無黨派身份競選洛杉磯縣地區檢察官的內森霍克曼 上週五晚與部分盛蓋伯古城市的民選官員探討他的競選理念 他的政策包括打擊暴力罪犯 芬太尼毒販 人販子並為遊民提供心理和毒癮治療等 在3月5日的初選中他的得票率僅次於現任地區檢察官賈斯康 兩人將在今年11月大選中一決勝負 洛杉磯縣地區檢察官賈斯康 連在這個Arcadia市裡面 九九市場 這個Arcadia Mall 全部都有被一大群人搶過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Nathan Huckman 可以把我們洛杉磯縣需要的這個改變帶給我們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珍奇 李佳音 加州亞凯迪亞市采訪報導 主打免費試吃台灣美食小吃的台灣好食日活動 上週末有上萬人潮湧入 不少人藉此懷念台灣的好滋味 很多人甚至大包小包把現場的台灣產品 盡可能都帶回家 上週末 各地民眾携家帶券 來到南加州羅蘭崗東方明珠廣場的 台灣好食日活動 品嘗來自台灣的好味道 我喜歡吃跟花生有關的 所以這個花生麻糬很好吃 湯圓 我覺得最方便的是那個珍珠那個波霸 因為它放微波爐裡面就可以馬上吃了很方便 包子 餃子 珍珠 湯圓 蝦餅和台灣茶葉等精挑細選的產品 讓許多人呼朋引伴一起嘗鮮 我們是食物人 但我從來沒有到台灣的活動 所以很高興來試試新的活動 我最喜歡的是我們買了一包包子 我們需要很快的東西 然後有什麼東西 然後吃飯也很好 有人分享自己即將去台灣旅行 抓住機會先來感受一下台灣味 我們很驚喜 我們有約45分鐘到達到這裡 它們是非常有趣 我們其實在台灣一月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完美的活動 讓我們開始得到一些興趣 所有的蛋糕 還有蛋糕 然後我剛才去台灣 我剛才有兩月前 我只是興奮再試吃這食物 他們全部都在台灣製造 你也知道 有時候你會失去家的味道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郭曰熙 林永峰 加州羅蘭剛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原大陸職工鄭濤因罹患職業病遭工廠開除 他為此上訪 卻遭到中共關押 兩年前 他走線逃離中共 並在近日公開表示 退出中共的共青團和少先隊組織 來自中國山東的鄭濤 曾在一家工廠就業長達20年 但是惡劣的工作環境讓他身體健康亮起紅燈 鄭濤萬萬沒想到身為受害者拿著橫幅上訪抗議 竟然會面臨警察抓捕 後來 他因為翻牆看到很多國內被封鎖的真實信息 也徹底認清了中共的邪惡本質 說到我內心去的就是有一篇文章 什麼叫九平共產黨 真的是說得非常的好 把這個中共的這個本質 真的是寫得非常的淋漓盡致 他這個本質寫得非常的清楚 從他一開始建立這個政黨 一直到執政這麼多年 他整個這個過程 他不是一個真正的是為人民服務 為了人民自由民主而成立的一個政治組織 它就相當於就是一個黑社會組織 他說 中國人從小就被洗腦要愛黨入黨 但他已經認清中共不代表人民利益 不代表中國 他於2022年11月走線來到美國後 也加入了全球三退的行列 聲明與中共決定 聲明與中共決定 在此我也就是真的是嚴正的聲明退出中共 在此我也就是嚴正的聲明退出中共 所有的一切的組織 因為它不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治組織 它是一個邪惡的本質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楊洋 劉潔 賀山雞採訪報導 順便來看今天的兩岸掃描 中國證券行業龍頭企業 中國最大的投資銀行之一中金公司 被曝給交易員降薪25% 旗下2000多名員工的基本工資 從本週開始縮水 這是中金公司去年4月削減40%的獎金後 再次削減員工收入 被認為反映了中國經濟放緩 中港股市IPO暴跌等嚴峻挑戰 公開數據顯示 中國第一季度企業上市募集的資金 同比下降80% 只有29億美元 五一假期 中國多地高校突然通知 嚴禁大學生自行組團外出旅遊 其中成都理工大學要求學生回家 必須向班主任請假 西安科技大學要求學生 每晚10點前必須返校 蘭州工業學院鼓勵學生 在校園內活動 消息在互聯網招來嘲諷 稱好像回到疫情管控時期 各高校聲稱此舉是為了安全 但網民分析當局是害怕大學生 並舉行集體抗議活動 中國百姓控訴醫保報銷低 看不起病 中國知名教育專家王世安 卻發布視頻 介紹自己的醫保紅卡 中科院的一份報告透露 中國80%的醫保費用 被黨政幹部佔用 而離退休高幹除了享受免費醫療 還有幹部醫療等 年花費約2200億元 湖南長沙4月29號中午 白晝突然變成黑夜 人們點亮了房燈 路燈 連感應燈也自動點亮 緊接著大風暴雨 冰雹相繼而至 彷彿末日降臨 28日 河北多座城市和內蒙大部分地區 則出現大道暴雪甚至特大暴雪 網友吐槽 本來都準備好穿短袖了 一場暴雪讓氣溫跌到零度以下 歡迎回來 4月28日下午 神韻新世界藝術團 在美國田納西州 諾克斯維爾 孤民禮堂的演出 圓滿落幕 節目發人深省 觀眾盛讚 神韻是人生中必看的演出 Phenomenal, phenomenal I've always been intrigued by Chinese dance, Chinese art all kinds of stuff like that and just truly the colors were vibrant everything was phenomenal it was quite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The show's wonderful the costumes and the performers are amazing the storytelling you can feel the story in the performances it's really amazing Absolutely, absolutely phenomenal again it's one of those one of these experiences that you only usually see once in a lifetime it was nice to see I mean truly the color was just astounding it was something else truly 神韻透過舞剧的完美呈現 引令觀眾了解中華文化的深厚底韻與智慧 it impresses upon you that there's a bigger you know, more out there than just your day to day life and to kinda take a moment back and realize what's around you It's interesting watching how it transitioned from when people first came to earth to you know, I'll say present society just the feelings and the emotions you can feel and how things are changing and some for the good and some not for the good right? so it's really amazing to see it and like I said it's beautifully done it's nice to hear the message because you don't you know, if you think about communism stuff like that you don't hear half the message that comes out of those places or not just China, I'm saying anywhere that has that kind of political oppression it's sad to see it's sad to see and it makes you think about how lucky we are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wonderful to see and it's beautiful to see the tradition behind it thank you so much if you're looking at me, I certainly appreciate it all of us at Channel 6 we had an entire row we really enjoyed everything that you all put on today and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you all coming back next year absolutely amazing and a must see 主流观众看完演出后 大力推荐每个人都来看神韵 why haven't you gone?what's going on? it's an absolute delight and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to go and enjoy yourself I'd say it's a definite you have to come see it it's just amazing just to see the costumes and the artistry and just the energy and the beautifulness of it just amazing,just amazing it's truly an experience that I do believe everyone needs to try to come out and see at least once in their life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夏文月、楊麗 美國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報導 歡迎回來 週日 日本東京前草寺 舉行了一場別出新意的相撲比賽 選手們是近百名嬰兒 誰先哭誰贏 一起去看看 裁判一聲令下 相撲選手舉起兩名嬰兒開始對決 他們搖晃著嬰兒一蹶高下 只見紅衣嬰兒十分淡定 藍衣嬰兒則是從頭到尾哭個不停 最終裁判判定藍衣嬰兒獲勝 原來這是日本傳統的哭泣相撲比賽 比的是誰家的孩子更能哭 在日本文化中嬰兒能哭寓意著孩子會健康成長 所以很多地方都舉行這種活動 根據比賽規則 十秒鐘內先哭出聲的嬰兒獲勝 父母們想盡辦法 想讓孩子快點哭出來 有的工作人員還會戴上彩色面具嚇唬孩子 看女孩被嚇哭的可愛模樣 逗笑了在場的一眾大人 我認為這件事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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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哭泣相撲最早始於1991年 今年在淺草寺約有100名嬰兒參賽 別具特色的比賽現場 也吸引不少外國遊客圍觀 新台電視台記者韓非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早會 再見 再見 為例你要不要留在監獲中 製作為了解放 在監獲中 時製作為了解放 建築